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复习一下脚动量手横的条件 那 这个跟动量手横的条件 非常的类似 所以我们复习一下 动量手横的条件 这可以回去看 1-2 可以回去看1-2的录影 应该有提到 首先呢 动量和力的关系 就是动量的数变率 就是力 动量随时间的变化率 就是力 动量 随 时间的变化率 就是 我们的力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的和力呢 是0 若和力呢 是0 那你就会得到 动量不随时间变化 这个Delta是变化量 所以就等于是 动量 变化为0 那就是没有变化 那没有变化的话 就是手横 那我们用类似的概念呢 来 来对角动量 来看看这个角动量 什么时候会手横 那其实有一个比较简便的方式 可以让各位比较容易 去体会 虽然这不是非常的严谨 但是也许可以让各位提会一下 就是我们呢 把两边等号两边都乘上一个R锤子 那等号的左边就变成R锤子乘上F 等号的右边呢 我们直接把R锤子乘在这个Delta里面 就变成R锤子乘上P 这样 再除上时间 好 那么 R锤子P 其实在刚刚的影片 上一则影片中 它其实就是角动量 就是角动量L 所以呢 其实事实上呢 我们就可以写为DeltaL 去除上DeltaT 那这个就会是 R锤子乘上F 可是R锤子乘上F 不就是立矩吗 不就是立矩吗 所以 立矩 就会是DeltaL 除上DeltaT 那这就叫做 角动量 随时间的变化率 所以 其实 角动量 就是 角动量随时间的变化率 就是立矩 而立 是动量随时间的变化率 那 反照我们的动量守恒的条件 那就是 如果合力矩是0的话 如果 合力矩 是0 那这会造成 我们的角动量的变化为0 那就是角动量没有变化 那就是角动量没有变化 那就叫角动量守恒 那守恒的时候 在列式上 就会是这样 像动量守恒的话呢 我们的列式 总是会这样 什么P1 P前没P后 我们之前 在之前的考试 就是 我们会写前后 那 P 前 就会等于 P 后 这样子 那同样的概念 也可以用在角动量 角动量的情况 就会是 L1 等于L2 一开始的角动量 会等于后来的角动量 这样子 好 那这就是角动量守恒的条件 那就是 当我们的合力矩为0 合力矩为0的时候 那有哪些情况是 合力矩为0呢 比较特别的一个是 行星运动 行星受太阳引力 这个方向啊 是指向太阳 那如果你以太阳为参考点 那就是合力矩为0 以太阳为参考点 10呢 合力矩为0 所以是角动量守恒的 所以是角动量守恒的 条件 合力矩为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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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